李决 李决等又拜贾许为尚书 梁州还有一路军马是马腾 马腾的级别原先比李决等人要高 现在李决等人犯上作乱 居然可以控制朝廷号令天下 并且皇帝还认账 这一笔买卖真是赚大了 所以马腾也想做这一笔买卖 于是梁州的马腾 伙同并州的寒碎 二将引军十余万 杀奔长安来 生严讨贼 再来帮皇帝除一次奸 因此李决等人与马腾等人 存在一次大型的博弈 贾许为李决献祭 说道二军远来 至一身沟高磊 坚守以拒之 不过百日 待他们粮草耗尽时 必然退回 然后我军再出兵追之 二将可勤已 李蒙王芳不同意 贾许的方案 这不算什么好计 愿借精兵万人 立斩马腾 含碎之头 陷于麾下 贾许道 今日若战 必当败即 李蒙王芳齐声教导 无二人若败 情愿斩首 无若战胜 公义当书首级 与我 李决听从贾许之计 先严密防守 再点一万五千人马 与李蒙王芳二人出战 二人心血而去 结果却被 马腾之子马超所斩杀 李决坚守不战 果然西梁军不到两月 粮草俱罚 撤军回去了 贾许这个谋士 一生基本上没有做出过什么 有失水准的决策 那么这一次他是凭什么 做出准确判断的呢 首先 无论是李决胜 还是马腾胜 对于皇帝来说 都是换汤不换药 差别不大 其次 对于关东联军来说 也是换汤不换药 差别不大 但是 打总比不打要好得多 因为双方一打仗 西边的实力总和 就一定会减少 这对关东联军 是有利的 那么李决的选择 从大局来说 就应该相反 不打总比打要好得多 我们再从马腾的角度来看 大老远的赶来打仗 快打比慢打要好 第一 快打的情况下 一定很快就能知道结果 无非是打得赢 打不赢这两种结果 如果打得赢 当然是最好了 如果打不赢 还可以再跑回去 来日方长 因此只要是快打 无论打不打得赢 后果都不至于太坏 第二 慢打的情况下 如果慢打就是在拖延时间 比的是消耗 双方都不开打 那么双方都不存在失败 但是马腾的粮草供应 不上来就会出问题 李决是在保存实力 而马腾则是在消耗 这样一直耗下去 一定是马腾受损 因此马腾大老远的跑来 只有一球速胜 才是最划算的 选择快打才具有优势 选择慢打就一定要吃亏 那么李决的选择 从这一局部来讲 就应该是和马腾的利弊关系相反 选择防守 要比选择进攻更为有利 注意 在任何形式的博弈中 进攻都是首选 因为其一 主动进攻 只会产生这三种结果 战胜 战平和战败 其二 如果不进攻 则只会产生两种结果 战平 战败 不进攻 就不存在获胜的可能 而贾许在这一局中 所设的计谋 之所以有效 是因为有以下三个原因支持 第一 从李决的角度来看 无论是消灭马腾 还是赶跑马腾 都是可以的 只要不打败仗 就行了 所以就完全可以 无必急于进攻 第二 不急于进攻 虽对李决无意 但也无害 而对马腾而言 不仅无意 反而有害 所以这就是根据实际情况 针对敌人的要害 做出的最佳选择 第三 马腾如果撑不出柱了 就会撤退 即放弃进攻 李决在实施反攻 即重新选择进攻 这个时候 优势扩大了 就很容易取胜 所以贾许的计谋 并不是不进攻 而是不急于进攻 等待敌人处于弱势时 再进攻 贾许说 以兵良尽 必将自退 这个完全应验了 而他说的 然后再引兵追之 二将可勤 则是明显的在吹牛 因为敌人撤退时 你去进攻的获胜概率 虽然要比以前大些 但总不是百分之一百的事 反攻也同样存在 胜平百三遍 是不是全胜 还很难说 而要想勤住两个头领 则是更难说了 以贾许的分析能力 他应该知道 勤住两个头领的难度有多大 但他为什么 又说的那样容易呢 这是故意在吹牛 好让李决相信 采纳自己的防守策略 前面我们说过 人的行为基本上都是建立在 对未来预期之基础上的 所以贾许把这个牛吹到了极限 因为这次战争 没有比勤住两个头领更大的收益了 这样就很容易打动李决 李决正是期于勤住两个头领的诱惑 才会采纳贾许策略 先老老实实的防守 尽管后来没有勤住两个头领 李决依然是佩服贾许的 因为他们只要能赶跑 马腾不来滋事就可以了 李决王芳二人要出战 并说贾许的计谋不好 贾许说 今日若战必当败己 这句话是不合逻辑的 属于瞎说的 若战必当有胜 凭败三种可能 未必就是必当败己 可贾许为什么要这样瞎说呢 这是一个激将法 故意击他二人去送死 他二人不肯服输 才想和贾许打赌 因为他二人本来就不是跟他们一伙的人 迟早是铲除的对象 所以李决只派他们去战 又不派兵增援 大家都躲在城里拖时间 看着他两个傻家伙 仅一万多人拖住敌人十几万 所以贾许说 他二人必死 他三个傻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